爱库ZE深度评测 身而强悍是爱库手机的口号与使命 同时也是一直兼职的产品策略 每一代爱库都可以说是同价位当中真香的存在 超越价格的性能体验 方言整个行业都是十分少见的 而作为一个年轻品牌 爱库勇于尝试追求极致的品牌精神 也是千万库客们的价值观 近日全新发布的爱库ZE再一次 向我们展示了突破价位段的体验的定义 天机1000PLUS处理器 144Hz刷新率屏幕 44W超快闪通 可以说你要的它全都有 此次爱库ZE搭载了天机1000PLUS5G芯片 这是一颗兼顾性能与功耗的优秀之选 7纳米的制程工艺搭配玛丽G77GPU 相较于上一代性能提升40% 对于游戏玩家而言 绝对是王者之路上的重要保障 不仅如此天机1000PLUS APO性能提升了2.5倍 功耗降低了40% 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场景 能够带来更加出色的体验 当然口说无评 天机1000PLUS究竟表现如何呢 还是要数据说话 前面说到爱库ZE在性能屏幕刷新率 和续航等方面的实力不凡 这些与处理器都有着千丝万者的联系 首先是144Hz屏幕的加入 这无疑对处理器的GPU和运算性能 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从安度度跑分来看 爱库ZE527655分的优异成绩 其中CPU成绩为156441分 GPU成绩是196299分 从硬件方面保证了手机的流畅运行 为了测试爱库ZE在图形处理方面的表现 我们采用了3DMark进行测试 从测试结果来看 6417分的总成绩 意味着爱库ZE几乎可以流畅运行 任何的大型3D游戏 而在144Hz高刷新率屏幕的加持下 绝对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流畅体验 通过GAPE1测试 爱库ZE的单核心得分是3789 多新成绩是12028 单核心成绩保证了日常使用多任务的流畅 而多核的强悍则能够流畅运行大型3D游戏 这颗天机1000plus处理器绝对算得上是 期限级别的优质之选了